由加州而起的西海岸大火到目前为止已经烧毁了330万公母的土地 那么在加州造成了24人死亡 奥瑞冈州有10人死亡 和华盛顿州有1人死亡 此外也有数十万人被疏散 许多人目前还下落不明 那么在目前也看到已经有16750位的消防队员投入救火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先前往加州首府沙加缅度 听取关于大火的简报 之后前往加州的紧急灾害指挥中心迈克利特公园市 来视察救灾的行动 特朗普总统表示森林大火的原因是因为加州 没有清理作业 没有打理他们的森林 特朗普总统在8月加州大火的时候曾经说 森林里有很多的落叶和树枝都是易燃物 我三年来一直劝他们清理 但他们不听 民主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加州参议员哈里斯 先参加机场的竞选活动之后 星期一晚上也前往加州视察灾情 哈里斯在加州的奥克兰市出生成长 他先生的一名兄弟是加州的消防队员 目前公关卫生专家担心避难的人潮 以及空气污染 误让美国新冠病毒的疫情更加严重 9月14号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 逼近了650万4千人 死亡人数逼近19万4千人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星期一则在德拉瓦州 针对加州大火以及气候变化的关系 发表演说 上午的时候拜登与其夫人前往投票所 为星期二的德拉瓦州国会议员初选 进行提前的投票 德拉瓦州规定选举日当天 无法亲自出席投票者可以提前投票 拜登预计星期二将前往佛罗里达州 拜登夫人吉尔·拜登 星期一则与全国护士联合会 进行圆桌会议 拥有15万会员的全国护士联合会 已经表态支持拜登 此外星期天晚上媒体报道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放弃出售TikTok的美国业务 改为寻求与甲骨文公司合作 希望这个伙伴关系 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疑虑 并且避免受到禁令 美国参政部长姆努钦 9月14号星期一的上午 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澄清了效益的这个期限日期 并且表示会继续考量国家安全 姆努钦在采访当中说 首先交易期限是9月20号 我知道有人感到困惑 有些人认为是15号 但其实是20号 在安全审核方面 我们正在进行两个过程 一个是在总统行政命令下要求的 国家安全审核 我要谨慎地说 不过我可以证实 我们的确在周末收到一个提案 那包括了甲骨文作为字节跳动的 可信赖科技伙伴 国家安全方面的议题 也可以透过甲骨文公司 同时TikTok全球 也答应在美国设立美国总部 提供2万个新工作岗位 穆里金说 为了确保TikTok的城市码 没有安全疑虑 财政部的科技小组 将会在未来几天 与甲骨文公司 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剧角 黄耀一的报道